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首先这个界面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这就是功能区 你会发现这套软体功能标签很少 有看到这件事吗 例如说握的好多功能标签 那这套软体每一个功能标签 其实它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说使用的软体叫做PowerDI 暂时还没有赋予给它任何的党名 所以它叫无党名 因为topic其实就是标题名称 所以这边无标题 就是无党名 预设为untitled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 左边有三个很重要的图示 我下午要讲到关联性 请问什么时候才会讲到关联性 两张资料表 我们在做Easell的时候 下面有可能会有只会有一张工作表吗 不会 我们可能会有好多张工作表 每一张工作表之间它会有关联性 所以一定要讲到两张以上的资料表 好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点上去它就很像Easell了 到时候如果有资料 你就会发现这根本就是像Easell 应该有印象 这叫什么 在Easell里面 考考各位 这叫什么 五个字 它是横的 所以第五个字叫做列 什么列 这列叫什么 Easell 前面两个字是资料 什么 我好像有听到资料编辑列 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这根Easell Power BI是微软公司的 Easell也是微软公司的资料编辑列 下面就是放所有的资料 就是数据 再接下来 这就是我们画视觉化报表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画视觉化报表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 这边有这么多种视觉化效果 你满不满意 你觉得我们所有画视觉化报表这些够了吗 如果你觉得不够 没关系 这边有点点点 如果你觉得微软公司网站上面提供的 一百多种还是不够 加起来才一百多 这边了不起二十几 再加上网路上提供的一百多种 就是刚刚这边 我关掉了 那这边还有一个R R就是千变万化 非常多种视觉化图表 你全部都可以去使用 但前提是你要会使用 那接下来呢 这边是视觉化效果的选择 就是看你要画什么图 接下来右边就是资料表 这类比较 这类比较 感谢观看